订阅傑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影片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阵上 最近教育评议会的主席 何汉权 就在商台正好星期天的节目里 说了一段这样的说话 不是因为2012 又不是因为2014 2016 或者2019年 我们才需要这个国家安全 早在八国联军和抗日战争的时候 已经证明了国家安全是十分重要 如果国家不安全 家就会散 人就会忙 我觉得是反过来说 国家是由人 没有国哪有家 这就是一个鸡蛋 和鸡蛋的问题 究竟有国家才有人民 如果没有人民 怎样去构成的国家呢 所以 其实很多 很多 族群 比如说最好的例子 就是犹太人 犹太人2000年都没有 没有国家的 但是 你又见不到 犹太人是加散人亡的 犹太人 只是在2000年里面 就是开枝散业的 他说 国家安全 就是早在 八国联军 和抗日战争的时候 已经证明了 国家安全是很重要的 何汉拳 是蓝丝来的 很麻烦 他其中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现在 一家叫国家 历史教育中心的校长 经常都说 很强调大家要 要识历史 正好星期天 美姐的节目 应该是美姐的节目 接着他就说 国民教育很重要 就是洗脑教育 重要到 就应该由幼稚园 就要开始 从小要培养 等等 如果真是去读历史 就由小开始 培养读历史的兴趣 无可口非 我都赞成的 但问题是 其实你是真是认真 认真去读历史 或者是透过历史去洗脑 你读的是客观的历史 或者是为今天的极权 而合理化的历史 中国式的历史 很多时候都是由 后来者 然后写回前朝的 那些历史 而那个 历史的方向 就是 起码是 后来者的演绎 这是很重要的 完全没有客观的 这些是中国式的历史 所以读中国的历史 要多方面去看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比如 就拿他说的两件事件 八国联军 和抗日战争 八国联军 在共产党解放后的中国 无论八国联军 鸦片战争 讲晚清的历史 当然就是要由 要由共产党告诉你 最近其实一直都未完 习近平现在又找了一大堆人 怎样去 将这个 自古以来 满清其实都是 中国 都是中国人 在这个角度 要洗白 这个就是满清入关 统治汉人 要抹走这一段的历史 自古以来满清 都是 都是 中国人的一部分 这个其实要合理化 要合理化的所谓 如果你可以 讲得通这件事的时候 这样就不存在 就不会再存在 例如 康熙年代的 就是 入侵这个 今日的新疆 统治新疆 或者还有 台湾 都是由 康熙年代 不存在的 没有入侵这件事的 因为自古以来 其实他们都是 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或者他们都是 什么人都是中国人 赶得顶你的肺 就是这么说 所以 一说晚清的历史 其实共产党的 共产党的演绎 就 很重要 其实是 洗了很多人的脑 这个 听到我节目 我经常都糾正这些事情 例如台湾是不是自古以来的一部分 或者就是这些八国联军 鸦片战争 是不是就这样 丧权欲国 八年屈欲 就这样可以 讲清楚 或者就是因为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晚清即弱 所以国家就一定要强大 这种就是 共产党的思维 所以他今天就很强大 很强大之后是什么呢 很强大之后就可以 反过来就可以侵略人 是的 大哥 你不要跟我说 今天共产党没有侵略 今天的侵略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要看晚清的历史 要了解当时的世界环境 那个世界环境就是一个 殖民主义 主导的世界 殖民是没有罪的 但是当时的那种殖民 就是实际上的殖民 要么是英国式 要么是法国式 都是会 直接攻击了那个地方 然后 用英国人 或者是法国人 视乎是哪个的殖民地 然后就会有些英国人 或者是法国人在管 只是个分别 就是英国人未必会做一个 很深入的同化 譬如说 英国殖民香港 他从来都没有要香港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识英文 他没有逼你 大哥 OK 接着 没有将英国的文化 灌输入 香港里面 你喜欢就行 不喜欢就行 at least 他都会说 你是香港人 或者你甚至 认同你自己是中国人 英国人是不抗拒的 他只是 他只是从利益的角度去看 但譬如法国式的殖民 同化得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 后来 到今天也仍然是 譬如说很多曾经被 法国殖民过的 一些非洲的地方 那些人都会说 会说法语 即是法语 例如日本 日本第一次的殖民 在1895年 就是殖民台湾 第一次 他们是后期很多 则过英国和法国 几百年 他第一次 日本人都在想 究竟我们要英式殖民 还是法识殖民 后来他们也是 选择法识的 所以 台湾人在那五十年的殖民 后来 例如李登辉 有人名 会说日文 他们的生活 很日本化 他也是 选择要同化 那个地方 的人 这个殖民 就是一个大趋势 这个背景一定要 理解 你读这个十八十九世纪的历史 一定要明白这个时代背景 还有 例如去晚清的时候 还有一个概念一定要认清 就是叫做 炮烂的外交 就是叫做船坚炮利 那时那个年代 全世界的国家 因为都是帝国主义 因为很多地方 大国都有皇帝 帝国主义 其实都是 就是说船坚炮利 最重要就是自己有 食力 然后拳头够大 就可以 有什么不对 就可以用武力去解决 今天 其实 经常说被侵略 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 经常说被侵略 百年屈辱 中国人今天相信什么呢 今天中国在共产党治下 都是相信的 就是 今天我们就 复兴了 习近平说 然后我们的国家很大 直去说 然后很强大 很强大就可以欺负人 但是当然 你说 他今天没有 中国没有侵略 他经常说 我们永远不会 扩张 不会侵略 但是 行为 其实都是变相 其实 那种 殖民主义 今天 仍然存在在 中国 是中国的 今天 今天 殖民主义 为什么中国今天这么认真呢 其中一样 最主要原因 因为殖民已经是没有市场 经过了几百年 大家的反思 譬如殖民的成本很贵 殖民 人道上有很多道德的问题 但是今天 中国仍然 其实是响往殖民的 不过 今天是进步了 今天是用代理人的 今天不用自己 去入侵这个地方 派一些 自己的 派一些汉人 去汉化 那个地方 不需要的 现在 中国正在玩的 就是 渗透 透过 每个地方 那个民主的 选举 然后就选出一些 他们的代理人 这个今天叫做 代理人 其实 然后能够搞得 其实 也是一种 殖民 比如 一带一路 已经是一个 其实已经是一个 经济殖民的 一个方法 所以 这些概念 首先 已经搞清楚 你才能讲历史 简单说 八国联军 和抗日战争 八国联军 怎么说都不是一种入侵 你说我说 如果你还认为 这个 譬如像何汉权 等支流 认为这个八国联军 就是真的有八个国家 然后入侵中国 那你真是大错突错 最简单这样说 最简单的就是 如果他真是入侵的话 他还打到清朝政府 从北京 逃到西安 慈禧 要着草 但是到最后 这八个国家 有没有在中国建立政权 至少他们没有推翻清朝政府 最后是 讲素 赔钱 走人 所以这个 说不成是一个入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你要看前因后果 OK 八国之入侵 有几件事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就是 大概在1900年 1898年 1899年到开始 OK 这个 前因其实 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了解 真是很糟糕的 大哥 是因为 清朝政府 纵容 拳匪 以八国 以这个 义和团为首的拳匪 然后在全中国 东南 西北 全部都有 特别 最主要是 华北 和华东 比较主要 然后就是 中庸 拳匪 其实是一个 告诉你 有几次 在 十六 十六七世纪 在欧洲 都有发生过 这些 迫害 基督徒 最主要 其实 八国联军 就更加厉害 不止迫害基督徒 新教的基督徒 还有就是 天主教徒 OK 迫害全教士 迫害 信了上帝的中国人 那时候有口号 扶清滅羊 OK 滅羊 很厉害 扶清 是因为 清朝 迹弱 1895年开始 迹弱 因为 打败 辛亥革命 被小日本打败 接着就迹弱 有羊毛运动 羊毛运动 大力推行的时候 周围都很羊 很羊的时候 有群 义愤填婴的人 然后出来 其实又似 中世纪的迫害 宗教 又似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或者还有 那段期间的 太平天国 这些其实都是 这一群 一群 中国没有读过书的 那些暴徒 其实他们被利用了 然后 总之就是 羊是不好的 我们一起去灭羊 从宗教开始 后来羊到怎样呢 羊到其实你戴眼镜都被 各地发生了很多屠杀 是很恐怖的 譬如说 北京 我想只是北京 在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 之前被拳匪杀害的人 大概以十万计 还有各地 很多惨案 还有很多 传教士 甚至 信天主教 基督教 中国的教徒 被杀害 每一个地方都以 几万计算 然后 因为有很多 传教士 所以 那时候就有很多 国家 跟今天一样 已经有外交 也曾经发出过 外交召回 叫你清朝政府 看看 完全你都不管 然后被人看到 就是继续在撑 这个义和团杀人 其实 今天相同的 一些情景 都可以这样 南中国海的事件 也是这样 全世界 都觉得 中国在南中国海 很霸道 霸道到今天 整个海都是你 有没有搞错 也有很多 向中国政府 有很多的表达 但是你也是不理的 你久而久之 这些 所以看历史 就会有 有多啟發 在那里 遲些南中国海 打仗 其实一点都不 奇怪 而打的 同时 也是好像 八国联军 那样打 打完之后 可能中国输了 以后 中国以后的历史 又说 这些是八年屈辱 又说 别人入侵了 循环又循环 都是说这些 都是说这些 说到哪里 说到就是 然后你不理 外交召会都出卖了 然后你又不理 他更过分 然后是由清朝政府 向这个世界宣战 最初宣战 没有人说打你的 但是 但是 是由清朝政府正式 向英美 法德 意大利 日本 俄国 还有当时 奥控帝国 西班牙 比利是 荷兰等等 11个国家 然后告诉你 你不断再吵 现在我向你宣战 OK 恨人打的那个是清朝 今天 你何汉权说的 香港小孩子要认识中国历史 你在小学中学 其实你都读不到这些东西 没有人说的 所以后来 人家先 然后 11个国家 有8个国家 就进来 他们进来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营救 因为在1900年 如果回到那一年 特别是在北京 或者还有天津 在东北的地方 因为东北其实都有很多租界等等 而且那时候 已经是华阳集署 其实这个都是 今天讲的 就是多边贸易 共产党讲的 地球一体化 那时候已经有很多人进来 除了做生意 还有就是传教 传教士有很多教堂 然后 特别是在整个东北 和北京 其实很多教堂已经是 被迫害得很紧要 屠杀是很恐怖 然后有两个大的灾区 大的灾区板块 一个就是教堂 一个就是领事馆 那些大佬 实际上是求助无门 因为还有 有些是糾正 今天如果你看八国联军 的历史 就会这样告诉你 教科书告诉你 八国联军 有先进的武器 然后 中国那时候 很落后 权匪 全部拿刀 错了 对不起 OK 全部拿着无失机关枪 很多 是由清朝政府提供弹药 有手榴弹 有炸弹 什么叉都有 OK 这个也是错的 他们不只是拿刀枪 他们一说 义和团 常常 很强调 刀枪不入神打 那些是表演给慈禧看 是老点慈禧 但是出去打他们都是用刀枪 然后很多 当时很多 在中国的领事馆 特别在北京的领事馆 以及在这个 在各地的教堂 其实是 全部撑不住 你知道这些教堂 是收留了很多 中国老百姓 OK 他们为什么会躲进去呢 第一他们可能是教徒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叫 二毛子 三毛子 四毛子 毛子就是洋人 毛子 耳毛子就是那些信教的中国人 三毛子就是那些 读翻书的中国人 全部是中国人 还有四毛子 可能你是和洋人做生意的 叫四毛子 一直到五毛子 六毛子 七毛子 八毛子 十毛子 这些人全部是被杀的 如果师叔当年 1900年在北京 我都死了 因为我戴眼镜 戴眼镜 都是 都是毛子 然后刀要杀 其实好像 这些历史 其实 一看历史 你会发觉 很亲切 这些东西 看过 在哪里 柬埔寨 波尔布特的年代 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都是早期共产主义 极左上头 不过那时候 他们说不出 因为1900年的时候 中国人都仍未对 马斯有很多的认识 但其实都是这种 DNA OK 然后 杀了很多人 是杀了很多人 再强调一次 而那些人 很多 鬼佬传教是有 还有很多人 奸杀 还有很多中国的老百姓 富裕 小孩子死了很多 那些女人 先奸后杀 什么差都齐 然后还有破坏力 是很大的 几乎什么都破坏的 义和团 为什么呢 什么都放得到羊字里 譬如你随便一间医院 为什么会有医院 这些是羊鬼指援医 游烧 全部火烧 没有疏散人 很多人是屈在 他所谓的羊物体里面 然后被烧死 活活烧死 所以那个 大佬 简直是一个 大灾难 八国联军进来 其实告诉你 是 是 营救多于侵略 因为要进来 就是救回自己的国民 这是每一个国家 应该要负责任来的 那时候 什么年代啊 大佬 那时候又没有互联网 又没有 飞机大炮 起码没有 运输机接走的人 或者 还有没有出旅游警示 好像现在出旅游警示 很多事情你做不到 唯一一样东西 就是靠船肩炮 冲进去 然后做营救 我强调一点 告诉你 进去 就以北京为例 免得说整个 地方 整个中国 以北京为例 其实 所有大部分地方都是 就是那些人一看到 这些联军 全部是拍烂手掌 欢迎他们进去 因为大家知道 是有希望的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其实我称为庚子战争 因为那年是庚子 你称为庚子战争 比叫八国联军 在完结之后 其中一件事 就是很多 很多 就是 发动 就是 拜军那边 特别是清朝那边 有很多人 是要被处决的 因为 因为这是一个战争 罪行 然后那些处决 其实是由 中国人去做的 他们 帮忙做的 因为 其实 文粉 其实是很大的 这些 全部 在今天读书 你是不会 读得到的 我记得 如果讲教会 教会 在2000年的时候 教宗若望保禄 我们不是今天的教宗 其实都为33位 殉道的外国传教士 在八国联军这件事件 还有87位 殉难的 中国基督徒 是封圣的 今天全部有名有姓 他们死很惨 这些 应不应该知道 比如说 这个 北京今天仍在这里的 西十库大教堂 何汉拳 讲历史 你又讲不讲这些 今天仍在这里的教堂 这家教堂很出名 Church of the Savior 这家教堂 当年在里面 是3000多名 中国教徒在里面避难 后来其实 最后 顶了两个 他们很惨 里面当中 3000多人 只有数十个 弗兰西 意大利兵 八国联军 还没进来之前 他们在里面 顶了 一千上万的 二和团 拳匪 顶了他们两个月 二和团的拳匪 又挖地道 又放炸弹 最后 买单 76个小孩 在里面死了 400多个教徒 亦都死了 但是到最后 都叫做顶了 顶了 顶到 八国联军 进来 最主要 营救 这个 西十富 天主教堂 就是法兰西的 士兵 进来 一打就打爆你了 OK 这些 你会不会说 有很多这些东西 八国联军 还有八国联军 还有东南互保 他说不说 东南互保 幸好 当时还有很多清醒的 不像今天 整个香港政府 只会一面倒 那时候 刘坤一 袁世凯 李鸿章 张之洞 四大天王 在八国联军的时候 在1900年 当中央政府 北京政府宣布 和11个国家宣战之后 他们立刻做一个东南互保 那又怎样呢 每天都在扮傻子 那时候没有电邮 没有电邮 没有电邮 电邮是有的 但是也很落后的 然后就是靠信 书信 飞甲传书 他们就天天扮傻子 装傻子装傻子 总之收不到 老佛爷的信号 然后在自己地方政府 中国有很多地方政府 全部都跟外国 和这11个国家说 我们不知什么 宣战 OK 总之 你不要进来 搞我们 我们跟你互不侵犯 互不侵犯 后来就形成了 东南互保 然后强调一件事 我们是不会宣战的 我们爱好和平的 所以很多地方就避开 特别是广东省 还有就是 华南沿岸 很多同样人做生意的地方 很多就避过一劫 在那一年里面 打了不是很久 打了一年而已 所以有东南互保 起码还有一些 像个人的官员 比今天香港好 这些今天又是说不说的呢 这个人是说不说的 就不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